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续惩罚的保二总队男警员叶纪元,应不服2015年考基,被评为兵等,提出行政诉讼撤销评比,并向保二总队求成50万元,昨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端正警纪,建立警察良好形象为由,判叶纪元败诉。 对此结果,性别一级作家周智轩在脸书上表示,男女警员衣容的规定不是不能改变,不然大家还继续活在地质时代。 保二总队警员业绩元应续长法导致2013年至2015年间遭继18制生戒相当于两大过免职经人权团体抗议后,警政署去年9月撤销免职令, 但业绩元不服2015年考基,被评为兵等,提出行政诉讼撤销评比,并向保二总队求成50万元,昨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业绩元败诉。 对此结果,性别一级作家周智轩在脸书上质疑台北高等法院新闻稿终端正警纪,建立警察良好形象的说辞, 和网友是业绩元自己不遵守移荣规定的言论,周智轩表示,如果本来就有的规定都不用改, 那怎么不继续留在地质时代,或讲的极权时代,或给日本知名, 也指出制度本来就是人定的,应该因为时代的不同,或人类文明的改变而更改。 关于警察形象问题,周智轩则说,警察的形象是否良好,不是看外表,而是应该看整个警察系统平常。 在做什么? 网友对此也发言,原来打考机不是看工作表现,是看性别刻板印象,不太懂成法跟能力, 有什么关联性要求外表只是在做表面功夫而已,或支持判决,表示为什么业绩元一定要破坏团队纪律, 看得好并没有人逼你业绩元去当警察,既然选择了当警察的路,就要遵守团体规定。